习运专家告诉你早前徐静赴美国冷冻卵子后 引起了不少女性的共鸣 逐渐的冻卵也成为了一种潮流 但对于那些不育主义的女性来说 冷冻卵子真的靠谱吗 其实冻卵并非万全之策 也不是说能冻就能冻的 冷冻卵子是一种保存卵子的方法 可以在需要时使用 对于那些想要推斥生育 或者因为某些原因 无法在当前时期怀孕的女性来说 冷冻卵子可能是一个选择 冷冻卵子的过程是将卵子从女性的身体中取出 然后将其冷冻保存 在需要使用时 卵子会被解冻并用于体外受精 或人工受精等治疗 冷冻卵子的成功率取决于多种因素 包括女性的年龄 卵子的质量和使用的技术 虽然冷冻卵子技术已经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但是其长期成功率尚不清楚 冷冻卵子的好处包括 一、推迟生育 冷冻卵子可以让女性在年轻时保存卵子 以便在将来需要时使用 这对于那些想要推迟生育的女性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二、治疗疾病 有些疾病可能会影响女性的生殖能力 冷冻卵子可以让女性在治疗疾病期间保存卵子 以便在治愈后使用 三、避免卵巢癌风险 有些研究表明 食用冷冻卵子可能会降低卵巢癌的风险 四、自然流产风险降低 有些研究表明 食用冷冻卵子的女性比使用新鲜卵子的女性自然流产的风险要低 需要注意的是 冷冻卵子并不是100%成功的 而且使用冷冻卵子的过程也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 一冷冻卵子不是所有人都能做 也不是你想动就能动 冻卵这件事并不是你想动就能动 因为该技术属于辅助生殖技术范畴 所以在国内有着明确的法律规定 必须是有三证、结婚证、身份证、准生证 且患有不孕不育症的夫妻才能接受辅助生殖技术诊疗 国内也尚未批准为未婚女性或者有正常生育能力的夫妇冷冻保存卵子或胚胎 虽然国外的一些国家 如美国、泰国、俄罗斯等并没有类似的限制 但专家表示潮流不可盲从 适时自然生育才是首选 而年老者更不是一栋卵 二、冷冻卵子有风险 不是件容易事 在冷冻卵子的过程中首先会取卵 而要取卵就需要粗排卵 从粗排卵到取卵要经历多种风险 所以也可以说冷冻卵子并不简单 取卵前会进行粗排卵治疗 以便在一个月经期能目击到更多成熟的卵子 醋排的疗程大约在十天至半个月 通常是给女性注射醋卵抛生长激素 这段期间会不断通过B超监测卵抛发育情况 当卵子发育到足够大时 会进行取卵 当专业工作人员从卵巢内抽取卵抛液后 会在显微镜下把卵抛液中的卵分减出来 经过评估将成熟卵子进行冷冻 整个过程存在如下风险 一、错排卵药物一时多卵抛发育 可能导致女性卵巢过度刺激 引发腹水、胸水 严重者需住院治疗 二、取卵手术虽然是一个微疮的小手术 但是也会有出血、感染的可能性 也可能伤害卵巢功能 危害女性健康 以上这些虽然都是小概率事件 但一旦发生 反而得不偿失 冷冻卵子对身体的影响取决于多种因素 包括女性的年龄 卵子的质量和使用的技术 一般来说 冷冻卵子的过程并不会对女性的身体造成严重的影响 然而 取出和冷冻卵子的过程 可能会对女性的身体造成一定的风险 例如 取出卵子可能会导致轻微的出血或腹痛 此外 使用冷冻卵子的过程也可能会有一定的风险 例如感染或其他并发症 喜运专家建议 冷冻卵子绝不是适合所有人的保育方法 要知道就算卵子可以冷冻保存 但随着年龄增长 试管受孕率也会降低 这里告诫各位 如果身体条件都很好 并不建议大家将卵子取出冷冻 因为自然的总是最好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